全台灣最高海拔的耶誕樹點亮了 兩顆高達28公尺的大雪松 掛滿小燈泡還有冰柱燈 像極冬季下雪的模樣 在海拔1956公尺的高山上 發出雪白光芒 耶誕樹12月1號正式點燈 一路亮到明年1月8號 周圍還有各種各樣的登海造景 照亮整座山谷 主辦單位還邀請到金馬獎最佳女配角 也是離山環山部落的泰雅族人 臨沾真妹點燈祈福 好幸福 活動上還有當地原住民表演傳統舞蹈 宛如嘉年華會般熱鬧 這個原鄉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他們非常重視聖誕節 那這兩個聖誕樹 讓在地的我們的圓民的族人 我們的好朋友 每個人都非常的感動 那同時很多遊客 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聖誕樹 都互相的全國的民眾都到這裡來 那成為一個離山的一個品牌 那我們希望能夠打造大離山一個大地標 那同時谷關也有萬朵的登海 那在谷關也成為一個亮點 離山擁有絕美雲海山景 邁入12月寒冷地溫更有耶誕氣氛 而且中橫通車後 從蒲立網和歡山上到離山 除了自己開車搭865公車也能直達 從另外一頭宜蘭上山也有國光客運可以搭 便利交通讓遊客不用再繞遠路 就能一睹全台最高耶誕樹風采 和體驗園民文化 兩牧野 嗨 writer 幾個崩尿 剛才 스 歸